第四季 樹南港溪 走南港路 來到南港村 國慶鄉在南投縣來講 算是一個獨特的鄉鎮 因為絕大部分都是客家族群 要了解這個老村落 就應該要找一位老鄉長 聽他來講一些老故事 鄉長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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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哇你這房子好漂亮喔 鄉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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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鄉長的家 感覺就不一樣 感覺好像回到 鄉下 時光隧道一樣 回到百年前的一個場景 對對對 這房子看起來都非常的古老 但是非常的有特色 是是是 這大概有多久了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 差不多將近一百年 因為以前我祖父父他們 在北府二次移民來這邊 本來住了下面後來這邊 這邊蓋房子蓋山豪宴 來這邊已經差不多 在一個房子差不多將近一百年了 可以說是古蹟了 所以來找老鄉長就對了 不過我一進來就看到這個 房子這邊有一個牌子寫西河棠 西河棠是 是我們雙木林林家的一個棠號 我們在大陸是在梅縣過來的 廣東梅縣 對廣東梅縣 我祖父他們是明前五年就過來 所以說這個房子都木造的 木造房子都是用以前那擠木 擠木我們說台灣鐵 那樹木非常硬 它這個房子它都是用 都用樹木 那過去也對還有手 很牢固的 這個樹木一百年兩百年都不會腐蝕 這個樹木很硬的樹木 那個樓梯那扶手就是有同一種樹木 以前我們那時候小孩子的時候 這個山上到處都是 好大一顆 所以這邊都有一些卡子 筍間 對 它這個下來下面有一個筍 筍給它打進去 所以它就不會咬動 地震咬它又不會倒 講到地震 對… 這邊離九分二三很近 對 我們知道離九分二三差不多兩公里 那時候九一大地震 這個房子都沒事嗎 沒力都沒力 完全沒力 因為在九分二三那個情形 就整個一百八十幾公頃 順向坡滑動下來 但是我們這邊周邊的房子都沒有倒 甚至半島都沒有 但是它能量在那邊釋放出來 九分二三這邊是我們 湖西峽南港市這邊中寮 中寮相差一個永平街 那房子倒了很多 那邊永平街死了一百多人 當時九和一大地震 在我們本村沒有什麼 我們受損就是那一百多公頃的滑動 有在那邊埋了三十九位 幾兩百八十九頭路在那邊買掉 在整個我們這邊南港村 當時千島半島都沒有 都沒有 那真的是厲害 那所以這仙人蓋這個房子 是非常的扎實 而且是耐震又防震 耐震 是用矩木的 對矩木的 所以它這個有拉力 這很特別 這種樹木你假如說 不如說蝦椅 在那個撒椅撒到的話 就這樣子一百年兩百年 它不會腐蝕 它也不會說 就是房子怎麼會去內 怎麼形形都不會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要學習一下 先人的智慧 對對對 你看我們現在用比較現代化的 工法鋼琴水泥 你看有時候地震 六級多房子就倒了 跟這個921又差很多 7.3級 對這7.3級都沒倒 而且幾乎都沒有 是你說連半島都沒有 都沒有 現在這個將近一百年都沒有 現在就油漆過而已 其實它都沒有動 真的很特別 這建材聽起來其實還蠻單純的 就是矩木 然後竹片 泥巴浮上去 外面再石灰 石灰一層 就可以那麼耐震 所以這個應該值得大家參考 或者是來考究一下 尤其台灣是一個地震很多的地方 但是現在找這種 樹木沒有了 就沒有了 除非那是那個大雪山那看 上面上面沒有 深山也沒有 像現在我們 以前我小孩子說 是值得好多 兩尺三尺也多 921鎮央附近的老房子 竟然毫髮無損 單單這件事 就顯現出林家老宅的獨特之處 三合院的潛亭 也是百年前 請石匠 取附近的石材 手工打造 百年來曬過 不知道多少稻谷 也不知道有多少孩子 在這裡跳房子 打陀螺 竟也維持得平整如新 只是農作不斷改變 林家的稻田 已經多年沒插過秧 而老鄉長和村人的客家口音 也越來越淡 以至於很多來此地的外人 竟然不知道這裡是客庄 幸好唐浩依舊 老宅還是老宅 曾經六座院落 數百人每日進出 達觀險要往來的盛況 我們在進入屋內後 還可以感受 可以到屋子裡面看一下 可以 這個門很特別 包括這個小門 這個小門 對 非常鼓勵 這個小門很漂亮 這個銅的 以前這個小門 這個最會是我堂兄 堂兄啊 對對 泰國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歡迎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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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來到你們家 你們家很漂亮 哎呦 超粗啊 超粗啊 你會講米南語啊 會會會 那大哥你也是在這裡出生的嗎 是 是 那今年貴庚啊 今年七十八 七十八歲了 對 所以是你的堂兄 我堂兄 我這裡被他最年長的一位 住這個房子很舒服 還可以 東暖夏涼 這個地震都好好的 這房子裡面也是很漂亮 都整理得非常的好 這邊掛了很多這個老照片 對 對 所以這個也有讓一般的民眾 可以來進來看嗎 有有現在很多都會來 因為我們林家火房啊 嗯嗯 他在內政部這邊有來 像三級古蹟一樣的進行 哦 還沒打到很多 但是他都有 有很多社區來這邊採訪 火房是什麼意思 大家族就 同火吃飯嘛 客家都是 凝聚力非常的強 是是是 所以是 所謂的火房 對對 我真的看到一個 大合照耶 欸 開口 欸 你有在那個照片裡面嗎 有有有 那你要不要照片 你有在裡面喔 有 看一下是 在哪裡 哦 這人好多喔 我在這裡 哦 很年輕耶 很年輕喔 摔國啊 摔哥啊 這是過年嗎 分火房照 對 可能是分火房的時候 大家照 哦 分火房 全家的 哇 你看以前的 全家福 有沒有像我們現在畢業典禮 畢業照一樣 你看人數眾多 那裡面10800 哇 一百多個喔 對 真的好像那個學校 或者說政府單位要畢業了 有時候有當兵都沒有回來的 還有 這樣子喔 那這樣這個照片裡面 哪一位你年紀最長啊 我的尊祖母 這個是不行 一個尊祖母 他一百歲 生日一百零二歲往生 哦 那時候是 哇 百歲誕辰紀念的人 我得是過了一世紀 過了一世紀的慶生 那 對 鄉長沒有在裡面 沒有我在這邊 哪一個 我那時候還是 頗小而已 哦 這麼小啊 對 我今年六十四歲 這個 這十幾歲啊 這時候才十幾歲啊 對 這認證數真的很多很多 有幾任總統都來過耶 對 這是 港經國總統 他到時候要來看我們看路 到家裡看路 對 所以李登輝 總統他也過來 那這一位是 謝東銘副總統 謝東銘副總統 哇 這位是我的堂妹 他是謝東銘副總統的 以前他的特別後世 吳彤兄的他的親戀女 我都來這邊看養路啊 對 來看養路 就是那時候養路是這邊 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養路前史養路 我們這邊最早 我們這邊前史養路也超過一百年 這個照片也很特別耶 這好像在 這就是在反折是吧 我的生竹母一百歲 三百六十桌 哇 請三百六十桌 對 前鄉的都來 像這個 以前我們養的那個豬啊 三百六十桌 那豬都是在這邊 每一個都用在這邊切菜 不像現在用半桌 所以這豬都切一切 這邊就是用底面 這邊就是用 用牙蕙那個 那豬肉都這邊到那邊去 這幾張照片真的非常的有意思啊 真的很難想像以前 一個慶生的獸院啊 你看這麼多人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都戴著斗粒 戴著那種 漢山 然後就在這個 老廚啊 還有稻田前面 然後就在這邊切菜啊 料理啊 那一排 看起來真的很特別很好玩耶 我們三百六十桌 對不對 那桌子像這樣 我們前村的鄰居 每一個人有桌子 都要自己拿過來這邊 哦 之前桌子 大概四張椅子都帶過來 真的 再次印證了 還挺以前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之前去那個 新北市石門鄉 石門鄉對 石門區那邊拍他們說 以前的請客 也都是要自己扛坐 還翻過一座山過來 有時候要扛兩公里三公里都有 但是那時候小路不信任馬路啊 沒有車可以可以載 都是用這裡用來過來 所以請客其實蠻辛苦 要自己扛那個桌子 像這個都是自己帶來 不是我們自己租的 那時候沒有地方租啊 哦 這也是說請客就大家 互相盛舉啊 自己有家具 家具 桌椅 就大家一起擠啊 都自己也帶來 哇這種盛塊 真的是現在都看不到 就在老照片才看得到 人山人海 坐無虛席啊 不過從以前的人的穿著 還當時那種笑容 就感覺非常的淳樸 對 懷念得很大 搬桌子赴宴 其實既環保 又有社區意識 當時左鄰右舍 鸡犬相聞 農忙蓋房子的時候 換工要辦桌慶祝 自然也是有力出力 有桌椅出桌椅了 不但辦桌熱鬧 林鄉長記得 當時鄰家有六房 一百二十多人 每餐飯得吃掉三斗米 吃飯的時候大聲搖鈴 把散在山裡田裡的家人 召喚回來 早年農村沒有鐘錶 整個村子 都聽鄰家的搖鈴聲 決定作息 百年來 作物從張腦到米 到梅子香蕉 唯一一脈香成沒有改變的 就是養露 進到大廳 這個高度特別高 這整個像透天的一樣 以前有挑高 以前房子蓋得比較高 所以這在客家人來講 這就是整個家族的大廳 對 大廳我們就講公廳 所以公廳就掛了很多的眼額 還有一些字畫 還有很多的老照片 對 這個字畫很特別 這個字是寫 忠孝傳家 白蟲喜 民國42年 白千勇的父親 白千勇的父親 白蟲喜 四川上將 然後來這邊打獵 打獵 他喜歡打獵 對 所以以前這邊動物很多 以前算是 野豬三腔 鹿子都很多 所以這邊還有很多的點兒 都是寫 孝替傳家 樂善浩師 這一位長輩在這邊 這有個 我們的 唐嫂 唐嫂 嗨 唐嫂 尤姐 妳好 你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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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好 喔 今年幾歲啊 78歲 78歲了 喔 身體還很好喔 神聖耶 這個就是 我們採收入種的時候 謝東銘副總統和孫主席 另外也是林陽港建設 那是當孫主席 謝東銘副總統跟林陽港孫主席 他們的人先看彩色路種 他們就過來 蔣幸福總統他也到這邊來看路 總統來這邊 李總統又來了 謝東銘副總統來好幾次 這個喜和堂 這是大廳前面的門口 這都是總統集的來到這邊 林鄭的爸爸 在鄉里間立足百年 領導地方產業 又經常有達官貴人來訪 這樣的人家如果在古莊劇裡 應該會被稱為林府 林鄉長應該會被尊稱一聲圓外吧 如此激善人家 這樣田徑的小聚落 在九二一大地震中幾乎沒有受損 果然是上天眷顧的土地 南港村一個水路比人口 還多一倍的小小聚落 伊山傍水靜靜的在南投這個好地方 以客家人的勤奮低調 升息綿延了一百多年 農作物隨著時代換來換去 外面的世界紛紛擾擾 地球氣候變換南側 他們也只是仰頭看看天 順道伸展伸展筋骨 然後買手工作做好準備 迎接來年的一束金黃 MIT台灣製還要從這個 有個性有故事的客家莊 看見更多台灣的美麗風景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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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